大家好 我是好拉夫张会计师 我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家华人会计事务所 为全球的华人注册美国公司 开银行账户 做财务和报税 亚马逊开户 还有eBay其他的电商平台账户注册 我经常收到很多的客户咨询我 他说张会计我想注册这些公司 你要多少钱 我就问他 您的身份是什么 您要做什么生意 您的经营模式是什么 对吧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 那我就跟他说了 如果您是国内的身份 您在美国是没有绿卡 没有居民啊 也没有公民的身份的话呢 如果你全是做到线上的生意 你在美国没有实际办公场地 那我就说你住在免税州吧 你住在免税州的话 你只有一个联邦的净收入 当然了 你住在免税州又取决你住在LLC还是RNC 对不对 我的经验 就是说你要最省税 也最容易打理的是 住在一个corporation 如果你是中国的身份 住在一个corporation 你在美国没有实际的运营场 为什么呢 首先 我讲一下LLC和corporation 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是外国股东 你住在一个LLC的话 首先你那个股东要在国事局要申请一个税号 那个税号流程是很复杂的 要把你的护照要寄过去 对吧 如果你人来不了美国的话 你也保护着寄过去 然后等个几个月才下了一个税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您需要在美国报个人税 对吧 你知道美国的个人税率是多高吗 逐步递增 10% 15% 20% 22% 20% 几个逐步递增 收入越高 你的税率越高 还有第三个 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 你一个LLC的话 也每个季度要预缴 如果你有运营的话要预缴 还有LLC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住在加州的话 你每年800多块肯定少不了的 但是有的住在免事州 住在LLC是不用的 但总体来说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 住在LLC是麻烦的事 除非您是要做房地产 你搞房地产投资 这个呢 会有点好处 还有一个人 一个人的LLC 我是不是很建议 你如果要住在LLC 你真的很喜欢LLC的话 我进两个人 做LLC的那个成员 因为这样的法律上 是可以很受保护的 如果一个人的LLC 法律上可以推翻的 有很多东西很容易 就是说 说你这个公司不合规范了 怎么怎么样 你那个个人呢 还是承担这个公司的债务 所以大部分的我的客户的话 如果他不是搞房地产投资的话 我通常会把他建议 建议在这个 设立一个corporation 如果在美国 没有那个实际办公场地的话 我把他在那个免税州 设立一个corporation OK 如果他刚开始在美国 是没有实际办公场地 没有员工招聘 但是后来他在纽约或者加州 或者其他州 又租了一个办公场地 请了员工 做事情的话呢 我就把免税州的公司 在这个州 在运营州 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好吃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在报税的时候 在美国任何人 任何公司 都需要 报联邦税的 谁逃不掉 如果你是corporation的话 您的那个联邦的收入 就是corporation联邦 那收入就是说 您的总收入 减据你的成本 如果是销售的话 在减据其他的开支 你的净收入成一百分之二十一 OK 如果你是这个corporation的话 如果是住在免税州的话呢 那你就只有一个联邦税 对吧 如果是没有在其他州 登记的话 你只有一个corporation 净收入成一百分之二十一 如果您在其他州 有设立办公场地 在其他州登记了的话呢 那么 您在登记州的营业额 除以那个 总的营业额 它的百分比 打个比方是百分之二十 对吧 它营业额的比例 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你联邦税 要交的是十万美金的话 那么百分之二十 乘以十万美金 联邦的税收入 再乘以你这个 所在州的税率 打个比方 加州 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点八四 好 打个比方 我现在打个比方 你公司的联邦净收入 收入税 是十万美金 你在加州的营业额 是二十万美金 但是你这个公司的 总的营业额 是一百万美金 对不对 二十万除以一百万 你的营业额的比例 是百分之二十 那你联邦税收入 是十万美金 那么百分之二十 乘以十万的净收入 再乘以百分之八点八四 的加州的税率 就是您 在加州要交的税 而不是把全美各州的收入 十万美金 都要在这个 十万美金的净收入 收入税 在这个加州 乘以百分之八点八四 所以说 这件事比较 分摊收入税 是比较划算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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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